加油了 好 第一個提示 請看五秒 經營交際關係 要說的是什麼 第二題是再看十秒 什麼東西 很廣 許浩宜 答案 太恐怖了 人 面 人脈 人面 人脈 人面 人脈 人脈 你到底要幹嘛 因為兩個都可以放啊 所以 人脈 脈答對沒有 當然是人脈 就講得很好了 人面尼廣啊 成語 許浩宜 請就位 老師加油 許浩宜同學 台灣師範大學 心理輔導所博士 你有五分鐘的答理時間 當然要先看一下 夢幻大獎又有準備了些什麼 來 請開門 猜一下 一萬的大獎 我們有兩樣 可以讓您參考一下的 星際白 單層心理箱 後面那個 是運動眼鏡的禮盒 如果你愛運動的話 三萬大獎在前面 是居家健身防疫組合 五萬大獎是破壁智能養生機 在左下方那個小小的 最懂你的全智能靜音馬桶 超讚的 還有很多 你看到只是一小部分而已 準備要看看今天 許浩宜的第三套題目了 來 準備 請公布 題目都跟有切身的關係 量身打造的第一題 快樂語言 誰真鋒 當然今天宣傳的是 誰與真鋒 來 第二題 學一件事紅包說 你在Podcast裡面 學一件事這個節目 你有曾經討論過紅包議題 電影製作小常識 你算電影製作人 民宿挑這款 喜歡住特色的民宿 對 植栽抗空屋 這個住在山上 老公剛好喜歡園藝 婚姻穩定法 你是婚姻諮商師 我專家 但問題是常常吵架離開 好 預頭控要小心 你就預頭控 中醫病徵兆 你會用中醫來調整你 先從可能比較熟悉的開始 從哪裡 那就從民宿吧 最近才剛出國而已 民宿挑哪一款 請出題 根據台灣時尚網站的調查 請問2020年最夢幻民宿第一名 是哪一種風格呢 A 南洋風villa B 森林式玻璃屋 C 異國風情的古寶 好 我的答案是 A 南洋風情鎖定 大概就是AB在選 第一個被你刪掉是哪一個 C 對 因為異國風情的古堡比較 這樣的形式比較少 我覺得在疫情的時候 它會被聯想到 不會 它不會是入選的 可是有淚出國的感覺 但大家現在都怕出國 我覺得那個心理還是存在的 那為什麼不會是森林系的玻璃屋 森林系玻璃屋 我覺得也很受歡迎 可是應該會有人 會有隱私的問題 但總的來說 南洋風villa還是大家比較喜歡 海邊嘛 南洋風villa 就是我們的夢幻民宿第一名嗎 請揭曉 第一題 過了吧 我沒有金頭了 沒有 2020年因為不能出國的關係 所以國旅非常的蓬勃 那麼要告訴大家 最熱門的第一名就在宜蘭 這裡有一個南洋風的villa 它非常的舒服 除了有私人泳池之外 還有超大的電視跟沙發 可以在裡頭LINE 一整天都不想出來 那麼第二名是在花蓮 這裡有一個半玻璃屋形式的民宿 你可以躺在那邊 直接躺在自己的床上 就可以看滿天星斗 非常的浪漫 還有在南投有另外一個 號稱是台版的霍爾的移動城堡 也是IG的熱門打卡景點 來 第二題 婚姻穩定法 請助理 心理學家研究發現 夫妻之間的階級互動 和消極互動 兩者之間維持多少的比例 可以建立穩定長久的關係 A 3比1 B 4比1 C 5比1 這有點難 這有一定的數據喔 我的答案是 C好了 C 你鎖定 妳是BC在選對不對 不是 我是AC在選 好 何謂積極互動 何謂消極互動 積極互動應該就是說 我覺得積極它的定義 就是除了講好話以外 就是說比如說 你比較能夠去面對 像吵架的時候 你會主動去跟對方考慮 這也算是一個激進互動 對 它可能不是指就是說 我們都不吵架 或是都不講話 或是都一直講話 或我都講甜言蜜語 我覺得不是這個意思 應該是你可以 比較主動靠近的 這種行動上的概念 所以消極互動 就是冷戰那種的 消極互動就是說 比如說有些人回家的時候就會 像我今天如果不太 我今天如果在工作上壓力很大 然後跟人家吵架 然後我回家 我就在那邊一直哭 然後老公回來呢 就都不講話 然後他就去看電視 我就會很不爽 這個就是消極互動 我覺得啦 積極性應該多一些 可是有那麼多吧 請介紹 漂亮 漂亮 美國華山頓大使的這份研究 就告訴大家 就是你要觀察這對夫妻的 感情如何 只要看他們在相處的 十五分鐘裡頭的 前三分鐘的互動 基本上就看得出來 他們的感情好不好 因為其實很多這個婚姻裡頭的表達 是非常微小的一些互動 比如說相識的表情 微笑 大笑 還有彼此之間的觸摸 他們就發現有一個神秘的方程 是五比一 就是當你自己的情緒 是遠多於消極的情緒的時候 其實就有助於夫妻感情的增加 因為善良不是不會表達憤怒 而是選擇表達憤怒的方式 好 第三題 那就來個幸運數字好了 快樂語言 誰爭鋒 請 主題 根據市民學的實驗證實 世界上最快樂的語言 是哪一個國家的語言 因為他們積極用詞最多 A 希臘語 B 義大利語 C 西班牙語 好 我決定了 我的答案是 C好了 鎖定 為什麼不是義大利 義大利 相較之下不是更也熱情嗎 我覺得它應該算是浪漫語言吧 然後希臘語就是哲學家嘛 怎麼可能 都悲劇啊 希臘最好都悲劇咧 對不起 悲劇就從他們那裡來的啊 OK 對 然後西班牙 其實是因為佩德羅 有一句操場 那真的是常到 我每次講他的那一個形容詞 我都會打結 但全部都很積極的 形容詞 它有一句 西班牙型男前面灌了一個操場 我的頭線 你的頭線叫什麼 陳哥有聽過吧 古希臘神調般的完美神采 裸體主義知識分子 西班牙型男代表佩德羅 原稱佩德羅 你看 都很積極啊 What's your problem No problem Everything fine 他拿來真的有問題啊 我怎麼會這樣 是不是 超難的 請 介紹 事實上最快樂的語言 是不是西班牙語呢 是不是 這才是拍的 語言師家他們就發現 而且世界上所有文化裡頭的語言 都是積極的用語 比消極的用語還要多很多 那其實它有一個專有名詞 就叫做Polyana Principle Polyana效應 它是出自於一本書 叫做少女Polyana 那這個Polyana 它就是一個非常正向 很積極 很樂觀 而且總是能夠感染周邊的人的 一個少女 因此他們就認為說 語言上面有這樣的一個魔力 所以在全世界的語言呢 西班牙語是第一名 第二名呢 是葡萄牙語 還有英語 都是正向字詞偏多的語言 恭喜 我最難 我最爛的就是歷史了 那就來一個 B好了 聽說你 我的答案是B 我真的是選一個最不可能的 我真的是用猜的 因為其他的都是黃色下來 他們基本上對於黃色 還是會比較有感覺 紅色可能是一般民間的習俗 所以朱元璋是平民皇帝 所以我覺得他可能可能性大一點 真的嗎 我猜對了 請就這樣 我真的猜對了 你看我運氣有多好 朱元璋出身不一 而且又當過和尚 所以他是貧苦過來的 因此他更知道 一個家庭如果要辦喜事的話 的確是需要很多的費用 因此他就提倡大家 應該要隨意湊個分子錢 大家一起來共襄盛舉 包一個紅包給新人 那未來自己結婚的時候 也有人幫忙你湊分子 就不會這麼艱辛了 來第五題 電影製作小嘗試 來 請處理 台語片 三十五厘米的台語片 第一部 薛民貴 王寶川 陳三五娘 台北之夜 好 再猜啊 我的答案是 C 陳三五娘 鎖定 三十五厘米拍攝的台語片 怎麼猜的 我其實真的 不太... 不太確定 我本來是先3A啦 還是等一下答案就... 你覺得台北之夜太時髦了這樣 我為什麼一直覺得 他是綜藝節目 這是玫瑰之夜 他的名字太像 我知道他應該是台語片 但是... 薛平貴 羽王寶川 我在想以前的台語片 應該會跟歌仔戲走 對 我本來想說B還是C 但B歌仔戲會算是台語片嗎 他連續劇我看很多啊 寶貝王爺跪千金啊那些 禮貌換太子 早上五點起來看 請揭曉 第一部三十五臉台語片 是不是陳三五娘 好吧 我接受 這部答案是 薛平貴與王寶川 這部片是在一九五五年的時候 正式上映的 也是當時第一部的台語片 那後來的確就掀起了 幾十年的台語片的風潮 那其實大家也都很熟知的 台北之夜 就是在一九六二年的時候 由雯夏所主演的 當時也是一陣轟動 不過後來台語片 就慢慢沒落了 所以其實我們選項當中的 陳三五娘 她是由楊麗花所主演 當時是一九八一年 也是最後一部台語片 來 送個禮貴給他 好 我們要送給許浩 你的是Lazy Susan 空氣炸鍋加刀架組 抽大容量 氣炸 烘口 收口 烘焙 乾燥脫水 五大功能 自動旋轉料理 高速冰油 美味又健康 知會獨功能的 滅菌磨刀架 烘乾殺菌更愛心 隱藏式的磨刀器 切菜背料超輕鬆的喔 太好了 太好了 謝謝 來 下一位就自己準備 全民心動略模範生招募中 加入會員 讓你有鍛鍊籌籌碼的機會 在社會走跳 總要有兩個意志題目放口袋裡面 聚會聊天破冰 都是很好的幫手 不要再考慮了 按下訂閱的頻道 加上小鈴鐺 全民心動略 趕快來訂閱喔